人是人他妈生的 妖是妖他妈生的 那半人半妖是谁生的呢 公屏上讨论一下 这本是一个人妖共存的世界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嘎 九头妖黄项柳出现 蛊惑众妖跟随他一起屠杀人类 意图称霸人妖两界 人类制造出神器屠山剑斩杀项柳 流放众妖 人类才恢复和平 从此人妖两界互不侵犯 项柳肉身虽被斩杀 但因其法力太强 灵魂杀不死 只能封印在临时里 锁在阴阳辽的疯妖库内 柱子从小在阴阳辽长大 因为他半人半妖的特殊身份 让项柳盯上了他的肉身 只要有机会就骚扰骚扰他 幸好大师兄慈慕 叫柱子护身皱坚守本心 转眼柱子长大成人 这天晚上轮到柱子直勤 正直轨迹期间身体不舒服 大师兄出现替他看守妖塔 准备回去休息的柱子 突然发现金塔外妖气大盛 不放心的他赶到封腰塔 却看到尸横遍地 原本关押在腰裤中的雪女 一招暴风雪打向柱子 柱子念咒立顿反抗 而雪女却拎起大师兄 仍向暴风雪中 大师兄被暴雪搅碎当场嗝屁 柱子直接愣在当场 而雪女趁机跑了 这时阴阳辽中护法带人赶到 见到满地尸体 对愣在中间的柱子大声呵斥 你就是那罪恶的用 随即派人就要抓柱子 此时寒冤的柱子暴怒 发功震开同门 交个闪现离开 从此销声匿迹 这天嘎子带队护送贡品出城 走到一处命临深处 嘎 路前方出现了一个撒脑袋的妖怪 嘎子也不是个惯孩子的家长 三拳两脚就把妖怪打截皮 原来是三只连右 撒腰一人那是右站在一处 这功劲从天而降 一个黑发男子 下退了连右 随后臭不要脸的自己拿贡品 原来这一切都是柱子设计的局 随后一声口哨 周围隐藏的妖怪 有序的开始了抢劫大计 原来离开阴阳聊的 他和一群无家可归的小妖 做起了他人财务的搬运工 嘎子想阻止 却在柱子一枚符罩的施展下 不停的摔跟头 眼看着贡品被嘎子搬走 另一边 妖界最强双生鸭天狗 在雪女的指派下 利用吊虎狄山之计 抢走了临时 鸭天狗拿着临时 在逃跑途中 被掌案翠花所伤 跌落在林子里 临时却被在郊外 偷偷藏宝物的三个莲幼偷走 虽然阴阳师及时赶到 临时却被莲幼 吞进了肚子里 误吞临时 小莲幼苦不堪言 敢忙着找柱子求救 在查看过程中 却不慎连麦项柳 临时离开阴阳聊 必有大货 柱子健壮 赶紧封印莲幼 前往妖狱 这老爷们是个狠人 脑袋不大 肉挺多 走路晃有迷糊糊 他叫光明顶 是妖狱的负责人 这次柱子过来 就是为了取回屠山剑 本来还想装傻 冲愣的光明顶 看着被柱子操作 飞起的宝物 只能妥协 乖乖的领柱子取剑 另一边 嘎子一心想逮捕柱子 他找到了柱子的随从神乐 又利用柱子留下的咒服 来到了妖狱 可刚看到柱子俩人就被抓了 使之可爱的赤血鬼 那是被嘎子暴揍 可就改赤血鬼被揍到不行 这功劲 嘎 他竟然变大了 原来他是越被打 就会越变越大 变大后的赤血鬼 直接拉起嘎子 一把就给甩飞了 然后一个泰山压顶 差点就把嘎子给做报废了 几个回合下来 嘎子像个小若筋一样被蹂躏着 好在关键时刻柱子出手相助 并在神乐的提示下 战胜了赤血鬼 最后还放了赤血鬼一马 随后跑上二楼救下神乐 准备撒鸭子溜 柱子拿到屠山剑离开时 遇到了阴阳辽的人 一番打斗 众人的招数都被柱子设置的护罩轻松挡下 这时一个黑袍人拿着法杖 点在柱子设置的护罩上 只见护罩被轻松打破 原来是阴阳辽掌案翠花出现了 见到青梅竹马的心上人 柱子开口说了句 别来无恙啊 我不是来续救 随后柱子撒腿就跑 翠花拼命追 屠山剑在俩人的争斗过程中掉落被柱子捡到 这时阴阳辽的护法出现偷袭柱子 却被翠花挡下 柱子看到翠花受伤发狂打退所有人 带着受伤的翠花开启 骤印顺移离开 柱子神乐赤发鬼 剑状也跳进了骤印内 几人一起出现在世外桃源内 柱子小心翼翼的为翠花疗伤 突然发现了手环 回想着在阴阳辽时自己被众人排挤 是翠花对自己不离不弃 最终以手环为媒介 柱子成了翠花的侍神 从此自己有了依靠和想要保护的人 翠花醒来后拿剑对着柱子质问 柱子对翠花说起了七年前的真相 他没有伤害任何师兄弟 大师兄也是被学女挟持才不小心嗝屁的 但是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的翠花 却不敢再去相信柱子 另一边嘎子撕下封印莲佑屋子的咒服 被临时影响的莲佑已经腰患 柱子不得已只能让嘎子用屠山剑斩杀了莲佑 莲佑的尸体化为灰烬露出了临时 翠花看到临时对柱子更是失望至极 悲伤的气氛也笼罩着世外桃源 桃花腰埋怨阴阳疗没有看好临时导致莲佑死亡 翠花看着悲伤的柱子转身离开 告诉她再见面谁也别对谁留情 干就完了 翠花刚离开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 翠花一个闪现离开世外桃源 因为身体比较虚弱 只飞到了一片蜜林 还好此时护法及时赶到 可就改这一功劲 一个雪球从树林中飞来 男人下意识的用手去接 结果刚握住雪球就发生爆炸 反应快的赶紧用皱印挡下 反应慢的全部变成了大兵猴子 此时雪女出现狙击了众人 阴阳疗众人和护法瞬间被干掉 受伤的翠花自然不敌雪女 还好关键时刻 柱子赶到挡下了雪女的大招 雪女见到柱子转身就了 柱子看了一眼 翠花也紧忙着去追 俩人咔咔一顿干 雪女终死在自己的剑下 此前说出了自己主人的名字 慈慕 另一边 受伤的翠花被一只大黑手爪子攻击 这时候拿到临时的幕后大boss 慈慕终于现身了 原来他一直妒忌柱子的半腰之身 发出的可怕力量 为了得到这个力量 七年前不惜自导自演 杀害了一起长大的众师弟 只为了跟临时融合成为最强大的妖皇 融合了临时后的慈慕 妖力大增 坐着自己妖化的手来到了妖狱 蛊惑 众妖准备向人界进攻 柱子赶了过来 看着已经妖化的慈慕 他搞不明白那个最疼爱他的大师兄 咋变这死德性了 慈慕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打飞了柱子 搏斗过程中 屠山剑也被慈慕打碎化为灰烬 妖狱出口处的连接桥上 柱子的侍神们正在全力阻挡 大家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只为放柱子多争取一些时间 就在大家生死对决之际 慈慕抓着柱子走到桥上 当着众人众妖的面 把柱子扔到了桥下的万丈深渊 翠花和侍神们痛不欲生 作为人类的侍神 如果主人死了 他们也将随之而亡 在最后他们合力弄断了走出妖狱的大桥 但是慈慕邪媚一笑 画出万千树枝将断桥连接 就当大家准备以命相搏这功劲 嘎 一头白发的柱子从桥下出来 撞飞了慈慕和连接断桥的树枝 干掉了妖手后取出慈慕体内的临时 慈慕灰飞烟灭 翠花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 发现自己误会了柱子的她感到很愧疚 要柱子跟她一起回到阴阳寮重新开始 但是柱子为了干掉慈慕 用自己的生命威胁向柳 成为了自己的世神 万千杀戮和血战一并融入其身 已然妖化的她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头 她看着眼前自己最爱的人和朋友们 解除了所有世神令 转身带着重妖走进了妖狱 人有好人坏人 妖也有善妖恶妖 像最近一首很火的歌 我害怕鬼 但鬼为伤我分毫 我不害怕人 但是人却伤我遍体鳞伤 不要被事物的表面所欺骗 坚守本心 我们不去害人 但是也要一定保护好自己 不被别人伤害